北京时间11月21日凌晨 2024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结束第二个比赛日 各单项16强全部出炉 国宇在第二天的比赛中发挥一班 取得6胜4负 三场有集军队选手参加的比赛出局在意料之中 另一场焦点战李诗峰两局不敌林俊逸 输得有些无奈 不仅如此 上周日本大师赛男女单冠亚军在本周全部首轮出局 包括了梁俊豪 山口倩 玛丽斯卡 可见背靠背参赛对于单打选手来说有多困难 李诗峰这场对于自己能否入围总决赛非常关键 比赛的实力之后已经彻底失去了主动权 球迷们很关心男单几位选手的总决赛排名情况 上周日本大师赛结束之后已经提前入围的有4人 包括奥运冠军安赛龙 总决赛积分前三位安东森 周天成 奈良刚攻大 在第一轮结束之后 施宇齐 昆拉伍特 李子佳三人也确定入围 男单仅剩最后一个席位 目前李诗峰止步首轮后的积分为73,100 虽然此前排名比李诗峰高的杜边杭贵同样止步首轮 但是因为之前已经有14战积分 因此在替换之后 杜边杭贵积分只有72,120 因此已经失去了入围资格 另一名日本选手西本拳派同样一轮游 也一起携手告别总决赛门票 还可以和李诗峰竞争的选手 目前还有乔纳坦 林俊逸和陆光组 只要林俊逸不进四强 乔纳坦不进决赛 陆光组不多冠 李诗峰就可以获得总决赛的门票 不过以这样的方式入围 总是少了点意思 巧合的是 这几位选手都集中在四分之二区 如果第二轮陆光组 雷兰西能成功阻击乔纳坦和林俊逸 那么最后一张总决赛入场券就算是提前到国瑜手里了 难单 翁红阳三局逆转 苏立阳体能较差 决胜局基本失去抵抗力 下一轮对战安赛龙 看安赛龙拼不拼吧 不过焦点站还是在陆光组和乔纳坦 雷兰西和林俊逸之间的比赛 女双 刘胜书 谭宁横扫韩国组和金昭映 金宝荣 不过第一轮开局还是有点猛 1比6落后 直到间歇过后 胜坦组合才忽然起飞 混双 首场进行的成兴 张驰的比赛 因为顶棚落雨的问题有些一波三折 好在无惊无险两局取胜 特别是首局比赛曾9比16落后 将为组合同样两局过关 但状态也稍有起伏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也别忘记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国语加油